一般人收到理赔金 都是既兴奋又高兴 好像天外掉下来的一笔补偿金很高兴 可是他暗藏玄机 那我是觉得说 在我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受骗 所以我想说 哎呀 你们那个没有付X4PIN 当然是以最低的理赔金额理赔 那个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当初我们少印一张申请单 你也没有告诉我们 你也没有终止我们要补件 那害我们这样权益受损啊 你保单有瑕疵啊 你不能这样K的一干二净啊 因为收件不确实 让保护权益受损 只以最低金额理赔 58岁的保护贺姓女子 发现后跑去申诉 居然还被产险公司主管抢枷 她说我们理赔是点单 还有保单上面 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 你没有付X4PIN 当然是以最低接的理赔给你啊 因为我们骨折有分三个阶段啊 客户有漏件 你也在终止补件 你什么都不讲 然后事后才在讲说 啊 如果是你们自己没有付X4PIN 贺姓女子说 有没有这张X4PIN 理赔金额可是天差地元 总货差的4倍最高接是14000 最低接是3500 那她这样子我觉得我无法接受 还好是我自己发现 没有人通知我说我没有付X4PIN 又收到的是最低的金额 起因发生在今年初 贺姓女子因为脚趾骨折申请理赔 亲自拿了单据到了服务处 她控诉业务员炒炒手键 害她的理赔短扫 还被对方指责 没看清楚保单内容 她气得一股告上金管会 业务员才赔钱 向后方产险申请那个理赔 然后我们自己从电脑上 印出一份表格 我们写好之后 我们亲自送到那个 他的服务处去给他 过几个礼拜 那我收到他们的理赔金 我发现他们才发现金额不太对 她自知理会 她就把那个 最高接金额的差额 10500块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会到我的户筹里 因为这笔钱不是理赔金 也据收 我觉得我今天要是收了 这个10500块 她事后会怎么收我 我有法律责任 我觉得我不应该收了 就怕衍生法律责任 把钱退回 业务员眼见事情摆不平 只能道歉请她不见 那我其实出自于好意啦 我就想要赶快帮她送 我收到的文件 我就立刻赶快送钱 让她可以赶快得到理赔 所以我就没有看清楚 她的那个 她的文件 其实就是 而需要主案是装片的 因为她有提到就是 她好像就是 可能觉得 我干嘛汇款给她掉吧 只是我的用意是 是觉得很抱歉 然后我希望她 就是 就是可以原谅我 主管嗆瞎 业务员道歉 事情才搞一段落 但贺讯女子痛批 契约书漏漏等 民众看不懂 保险员利用民众的信任 却没有尽到告知提醒一误 她诉诸媒体救出保险界的坏习惯 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不应该 你今天那么大一个财产 一个公司 你制度老旧 你行政腐败 我觉得这应该是 他们最重要改革的地方 突发中心新北报道